今天的第九十拿穿 发现有点冷清了 就之前摘辣椒啊 捡葡萄的那些朋友 他们已经慢慢的回去了 突然热闹的小月 一下少了很多人 还感觉有点不习惯呢 但是他们却给我们留下了 很多 食材 这里面呢是 小鱼 他们前两天钓了好多 我今天准备把他们弄来做个凉拌鲤鱼 好 看一下这个鱼 金黄金黄的 可漂亮了 就像正宗的豆花鱼 这个肉质一定非常好吃 鲜美的很 这一条也是黄黄的 我感觉我可以去杀鱼 他卖鱼妹 然后买了些盘蟹 盘蟹不酸就 哈哈哈哈 他要笑死我了 快抓盘蟹呀 我这么溜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别跑 别跑 这么大的肥盘蟹 还有几个呀 快来快来快来 哈哈哈 锅里已经煮死掉了我晕掉 哈哈哈 哎 这还有一只 哎呦 这 哈哈哈哈哈 搞笑的很 难了 你叫的吗 快上 这螃蟹真的哈哈哈 今天晚上是海鲜餐 就是螃蟹鱼 这还有好多没杀完的 留在下一餐吧 我现在把这些鱼呢 我来给它 给一起蒸上 嗯 走 雨姐 蛋糕 一锅逃跑的螃蟹真熟了 还行还行 反正熟了就好 螃蟹熟了 来上鱼 嗯 嗯 真熟了 把上面的姜 葱全部挑出来 然后就该上我的灵魂酱汁了 看一下 一眼过年 我做的泡菜也熟了 这个泡菜可好吃了 我给你 是吧 是的 非常好吃 呀 这是饭味 酱汁 我们的 一打开就能闻到香味 好香 我做了一坛 然后快吃没了都 原来我们那边 这家泡菜就是用手抓的嘛 你要去拿个筷子来 今天晚上有好吃的了 我做的鱼 然后 今天是大姐主厨 还有泡菜 美味的泡菜 炒一个土豆丝 然后还有鱼 今天是一鱼三吃 好可惜啊 走了的朋友们吃不到丰盛的大餐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他们平时吃的也挺好的 好吃吧 好吃 味道咋样 你说吃安静的 安逸的恨 哦 安逸的恨 姐好吃不 好吃 安逸的恨 好可惜啊 今天 走了有 五个吧 对 五位 他们去 别的地方看树苗那些什么的去了 好了一桌 嗯 太可惜了 这一桌朋友没口福 最多这种三十人 就真的 人越多吃饭越香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吃气氛 今天人走了一些都感觉 就是气氛稍微好像冷清了一些 嗯 有点空辣辣点 对 还是大家庭热了 这个余夜节辣的好吃